各位学员,大家晚上好 今天晚上线上课第十二讲,切脉为主 今天晚上讲的课是郑芊安鲁主的医学讲授第二期第十二讲 诊病之药的以切脉为主 诊病之药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一节 讲了忘文,所以说这一节我们重点讲切脉 因为复养医学这个切脉内容非常复杂 与其他流派有明显的不同 所以说这本书内容,希望大家除了参照 我们的三百五十一页到三百五十七页之间 还要回头看看我们前面的几个卖的各决解释 有的上过第一期了,大家比较详细,比较熟悉 有的没有上过第一期了,大家回头看看 我们前面的一开始的内容 这本书的前面内容讲的好多都是 开始讲的都是卖学 今天晚上讲的切脉为主就诊病之药 我们分了两个节内容 因为我们知道复养医学比较重视切脉为主 因为每个流派对于脉的认识,脉的分布,脉的解释都不一样 因为这个解释分布与临床治疗是紧密相关的 既然我们要学习复养医学流派 那我们就要以切脉为主 特别是复养医学切脉为主,是诊病内容核心内容 他们对望诊,舌诊等等其他诊都不太重视 因为只要我们在四诊中选找一个能给我们临床疗效 紧密相连的都是一样的 所以复养医学诊病之药,四诊核参,切脉为主 为什么复养医学非常重视切脉呢? 因为切脉能反映出人的阴阳情况 以及邪正交织的情况 这些表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就是我们的主题啊 就是为什么要切脉 我们知道我们望诊,化了妆了,化了口唇了 涂了,甲了,你看不清了 舌苔它早晨起来,哗哒哗哒,刷一刷,你也看不出来 他们脸洗一洗,再打蛋粉,它又化妆了,你也弄不清楚 虽然我们在望诊舌诊上都有可能带来瑕疵 但是唯一对人体没有影响的就是脉诊 因为你再伪装,你的脉诊是没法伪装的 也没有办法参加 你的所有心理动态,邪正的交织阴阳的状况 都通过脉诊能够确切了解的情况 这个是我是无凶置疑的 我可以举个小例子 我记得前几天啊,我在筑马店 我的工德室里边 那有个学员跟着,我一把脉 我说你的签脉,你的肾脉怎么有逆向啊 我说这种脉比较少见啊 我说你这个伤得很厉害啊 我说你伤到你的这个肾经里边去了 我刚一提起,他都哭起来了 他说他父亲走的时间 他有很多事情非常遗憾 所以现在他又到了他父亲的这个祭奠之日了 他感觉这个事情要重提 那这就是说他这个伤心已经到了骨髓里边去了 在齿脉中有逆向的是比较少 除了静脉的有啊 所以说这就是说你的 这就是说这个创伤 我们叫肾是主治的啊 所以你的智慧,你的智都受到了重创 会在我们齿脉上摸出来 这是比较罕见的啊 无独有偶,前几天我又碰见一个这个情况 我说你烧过重大的伤害创伤 他说是,差点死掉 所以说这种脉向都会在你的人体的脉线中 你的重大事情,你的隐藏的东西 是隐藏在内心世界 但是通过脉向我们可以拔出来 但是脉诊在内经时代成为万文切的最后一诊 张忠景在《山寒论》中 称望诊为上宫,问诊为中宫 切脉为下宫 我们就要学好切脉 同时,四诊和他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对脉诊的态度是既不能把脉诊神化 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把脉 你家风水的都能看出来是没有错 就像前几天我把这个看一个神诊一样道理啊 一看,我说你家里有一片地方像鱼谷一样 他说是,没错 所以说很多问题我们不能神化 但是也不能认为它无用 因为我们什么样 我们要在客观实际中追求我们 与抚养医学的紧密相结合才有价值 我们知道现在不管望诊呢,舍诊呢,等等很多诊法 都能确切地判断每一种疾病 甚至到了什么程度 都非常精确 但是最大的遗憾是 你诊得非常明确 但是怎么治疗 大家一筹摸着 而抚养医学恰恰相反 那就是说它的脉诊与治疗是紧密相关的 我们知道 抚养医学有三大什么,三大特点 那三大特点 第二大特点就叫什么 脉法药一体论 那就是说全靠切脉了 切脉辩证 立法 遣药处方 一体合成 所以如果你对脉诊不能过关的情况下 以后的东西我们就没法再讲了 就是我们再往下讲的临床课 每一种药物都会迈向紧密相关 都与这一个后天八卦图紧密相连 如果我们这些基本功课没有学好 我们往下学 都比较什么 比较困难了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把这个脉的内容 带着大家从头复习一下 因为第一期很多学院没有上 所以我们先复习一下脉诀 脉诀就是肺和隔间幼寸之 肺脾大肠命观齿 谈中以心左寸辩 肝胆之脉左观明 小肠膀胱甚左耻 女子包公以此询 轻取六辅重取葬 举岸询取福中尘 什么意思呢 这几句话有两层意思 第一个 一二三四五六 这六句话是一种什么意思呢 是一种大家把这个图看明白就行了 这就是复养医学 这个福曲与陈曲的脏腑分类 大家看到这个分类之后 有可能会产生很多疑惑 为什么跟教科书不一样啊 为什么跟这二十八脉也不一样啊 因为几乎我们在临床上所看的所有脉象 都是福中尘三部脉 但是福阳医学讲的就两部脉 两部脉 一个福曲一个成曲 三部脉的只有一个脏器 就是肾 所以说我们看看左手 寸腹弹中 冠脉是胆 齿脉呢 是小肠 尘取呢 心肝膀胀 我们知道尘取的这个 在齿脉上是膀胱脉 不是肾脉 福阳医学把肾脉 固定在按到骨头上 不仅仅要知道这个肾脉 还能知道女子包公附件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图表 大家需要紧紧的记下来 因为以后我们所讲的 比如说谭中脉腐啊 我们就知道了啊 谭中脉腐 表示你什么什么 谭中穴有问题 谭中穴在哪里呢 两乳腺中间的终点 谭中穴是什么 是精气神的汇聚地 是人智慧能量的中心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堵了有问题 我们通过把脉都知道 那诸国神法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将来我们在讲法 在药的情况下 给脉的结合是非常紧密的 所以我们寸脉 左手与以往的都不太一样 以往我们外面的心包 这叫谭中也类似啊 官脉呢是一样的 我们一摸官脉腐 那就知道了 左手官脉腐是胆脉腐 胆脉腐什么什么问题 头不舒服 同时怎么样 它还定位在胜挂 同时呢 表示胆囊有问题 所以说这就告诉我们呢 一把二 左手齿脉腐是小肠 那小肠在哪里呢 在我们肩关节受凉了 那你小肠 血就走我们什么 双者肩关节 包括天宗学 这附近都会有疼点 那些陈曲呢 你看啊 谭中我们可以理解新包也行啊 这个谭中 有的人念善忠是错的啊 我专门查了这个 查了好多字典 特别是康熙字典 好多清华大字典 在中医学上都叫谭中 不叫善忠 也不叫淡忠 说谭中 也叫善忠 淡忠都是在其他场所用 你比如说这个羊肉很山 很山气 我们可以用啊 念善 说在这念谭 谭中 你看这个 这一个 这个字 就告诉我们 你看一个月是肉 这个谭呢 你想就像我们讲 北京天坛那个谭 祭祀的谭一样 我们心脏的区域 谭中学也在这个部位 所以谭中 也就心包与心相表里 肝胆相表里 但是到了左耻就不一样了 小长脉是浮曲 陈曲呢 是膀胱脉 按到骨头上 去到力度 才是胜脉 所以说我们看右手呢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右手一般来讲都是 废与大肠 但是大肠脉 在什么 在齿脉上 这叫隔肩脉 什么叫隔肩呢 就是我们叫隔面 以上叫天 肚脐以下呢 叫地 天地之间叫隔肩 也就是人的意思啊 反正隔肩有问题的脉 你摸到 隔肩脉脯了 你就问他 有咳嗽吗 有不舒服吗 他就讲了 隔肩有问题 说明人 在人间有问题了 这就是说 这个脉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凡是隔肩脉 一般都给旁观脉 有关系 你看是鞋对角 有明显关系啊 肺脉 我们就知道了啊 胃脉 在这浮取 叫胃 臣取 叫脾脉 那齿脉呢 在右手的浮取 叫大肠 臣取叫命闻 命闻火 一般来讲 叫后天火 后天火 我们知道是我们生命的 生命的火力 来源于我们后天的能量 以及我们的 吃的食物体系的精华 为我们后天注入生生不息 所以我们后天火 是靠我们 我们靠的饮食 我们呼吸的天地精华 得来的能量 出在到这里了 但有的人 经常吃冷饮 到脾胃伤了 那你命闻火就不行了 所以这个表格 大家要记一下 同时我们知道 福阳医学 一般整脉 把脉 叫十五步脉 什么叫十五步脉 那我们看一看 这就知道了 这呢 我们看看 这十五步脉 你看这是什么样 这是十二步 承取 扶取承取 这是十二步脉 这是十二步脉 十二步脉 取了以后 你看 这是六步 这叫腹 这叫六腹 是脏 这个脏 但是这个也是腹 所以说 它应该是在上边 所以说 这多了一个脏 所以说 这等于说 加起来是十三步脉 但是呢 我们看看 十三步脉 我们还有个什么 还有一个 清取 整体取 所以这个整体取 我们就是什么 我们是整体 看整个脉的情况 所以说 这也是称为一步脉 叫整体取 整体取 扶取 叫整体取 所以整体取脉 非常重要 整体取脉 这是一步 这是一步 就是说呢 整体取 有一个 扶取 一个臣取 叫两步脉 扶取 与臣取 与臣取 这就是两步脉 加在一起 这总共是多少啊 这总共加在一起 是十三步脉 加上这两步脉呢 十五步脉 所以 抚养医学 拔脉 拔了十五步脉 都准备在临床上 一般先整体取 整体取 同时 我们说 比如讲 左手脉 扶 官脉 扶发明显 那就告诉你了 有外感了 官脉 扶的明显 那就有疯了 胆囊有问题了 有外感 这就是说 在整体取 其的情况下 我们在重点 解决一步的问题 就是我们 针对性的脉 成曲比较紧致滑 但是我们在 要分布曲 隔个脏曲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 英雄十五步脉 这个非常重要 临床上 我们一定要详细的 把这个技术 我们在临床上 这个脉的分布 特别像 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表格 我们要紧紧的 记住啊 这个表格 是我们在临床上 经常用到的 所以说 我们这个表格 是我们临床上 经常把脉 这个图表 一定要什么样的 一定要非常清楚才行 如果你不清楚的话 把完脉 不知道什么地方 那是没有价值的 我说 膀胱脉 紧致带滑 那我们知道 背部有问题 背部是膀胱精的地方啊 那所以说 你要不知道这个脉 那你就不知道 哪有问题 同时我们知道脉 蛇 症 药 是相应的 我们把这些症状 给脉相 给药物 给蛇药 相对应 你都会发现 这些都是紧密相关的 这就是我们有时间 我们从脉上 能发现一部分 同时我们从蛇枕上 又发现一部分 这就是说 我们都相互的互补关系 因为枕脉的 学习是很慢的过程 这个需要跟枕 不跟枕的情况下 我们很难达到 我们什么 师父讲 这是质脉 这是沉脉 这是腻脉 那就说 我们只有跟枕 是不是沉脉 你摸一摸 你就知道 这是沉脉不是 如果你不去摸 那你怎么 这也感觉不到 所以脉疹的学习 是个很缓慢的过程 大家需要下一番功夫 因为我们各个流派 都有自己的脉疹特色 我抚养医学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既然学抚养医学 我们要尊重抚养医学的脉疹 这个规范与分布 与十五步脉的分取方法 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脉据 脉素需用西度恒 每分十七英永恒 常摆一系四五至三 三至维持六七级 所以在临床 我们就判断什么 脉率快的快脉 其实我们抚养医学里边 就是我们中医学的脉术 跟我们的现在的西医学 是不一样的 比如像我们在临床上说 这个脉 稍数 稍数 稍数一般都在左手 一般在九十次左右 在九十次左右 但是这个九十次左右 在医学上讲 它是正常的 但是中医上讲 它已经有稍硕了 心率比较快了 我们说的持 一般来讲 脉持的情况下 持脉 一般来讲是低于多少 低于五十次 或者五十五次 持脉在五十次以上 五十五次以下 都称为持 所以说这一个标准 以西医的标准 是不太一样的 西医的标准是 六十到一百次 它都是正常 但是我们一说 八到九十左右 它已经是很快了 所以说我们在这 都用一些潜扬 或者分散的方法 来解决这个脉数的问题 是虚扬外悦 是经络朵等 这个非常重要 至于我们说 这个过去 因为没有中表 这一息十五次 它用我们的一呼一息 来判断这个脉的问题 就是我们用十七息 来判断脉中 现在我们在 一般都有中表 手表 手机 看一下 有些拿不准 我还有病人 再测一下心理 我感觉稍数 究竟数不是我一测 是对的 九十五次 那这西医是正常的 但是终于想讲 这个九十五次 已经有点快了 那我们要想办 用一些潜扬的呀 所以说 一些这一个 潜扬的 或者是我们用一点 这一个 监制心理快的药啊 做对症处理 减少病人难受程度 这个相当的重要 所以说我们这个数字 我们已经什么 已经有所变化了 就是我们现在 在用的过程中 已经有所变化了 因为现在中表的 推广 说我们这个手机啊 表啊 都无所谓了 都能看啊 包括手机啊 时间都是可以 通过各种途径来 来判断快慢的 这个我们要改动一下 就行了啊 但是你要说 我想这样用 当然对 可以了 因为我们作为中医来讲 中医是不需要 介入任何工具的 就要靠我们的心力 默切才行 靠我们自己的一呼一吸 那本来你呼吸都很快 你怎么判断病人呢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 中医大夫 一定要把自己怎么样啊 把自己打造成正常人 或者精品才行 你自己如果不是正常 不是精品的话 你本人心理很慢 你摸病人 他病人70岁 你也感觉快了 如果你心理很快 140 你摸了病人100岁 你也不感觉快 这就是我们要把自己 打造成正常 如果自己不正常 情况下 那你在临床 有很多灰 很多你都感觉 感觉不是在别人的异常 所以做个中医大夫 我首先把自己打造成什么 打造成正常人 这个非相当重要啊 正常人 这个我们大家都要去努力啊 现在由于生活工作的压力 正常人标准 我给大家讲了 五项标准 我们要去什么 正常人 五项标准 我们要去努力实现 这样我们才能够达到真正的 用自己的正常标准 才来体验别人是不是有问题 这对我们讲相当重要啊 我们再看看第三个口诀 更重要了 为什么呢 第三个口诀告诉我们呢 就是五脏病的怎么样啊 五脏病的正常脉 五脏病的正常脉 五脏病啊 五脏病正常脉 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因为五脏病的正常脉 只有这股脏脉 我们感觉到正常 才知道其他脉有没有异常 那怎么叫正常脉啊 那就肺脉呢 那告诉我们 毛 肺脉毛 肺毛 什么是个毛 那现在都那都不好感觉了啊 过去有鸡毛胆子 弹灰那个用的鸡毛 卷起来 放一个猪肝上 我们看呢 过去的老电视剧了啊 有扫床的调出啊 还有我们扫回弹灰的这个 鸡毛毯子 我早年上班 八十年代都是这样 来了先把灰弹一弹 就弹到地上了 过去都是一般来讲的 不是脱地都是扫地啊 说灰尘比较多 现在就是肺脉毛 摸的就是我们说 摸的像毛红红的毛绒品 摸的有这样感觉啊 那卫脉呢 缓力神 新脉呢 微红有勾相啊 那就是卫 脾卫脉是要 说妹外 脾卫脉是同时说的啊 卫脾是同说的啊 叫缓力神 这个非常重要啊 我们所有的脉上 都有缓力神 说新脉呢 红 但是要带勾 不勾不行啊 这个非常重要 红脉要勾 就是什么 一摸回头有意思啊 红又回来的意思 就这意思啊 所以说 干脉呢 那都是说 干脉 也就是说 干脉有什么 旋 缓 缓 才行 旋缓 不缓不行啊 所以说干脉 旋缓 但是正常的啊 那肾脉 也就是说 尘而有力 肾 尘而有力啊 也就是说 缓力神的意思啊 缓力神 缓力神 所以说肾脉 尘而有力强 就是我们叫 左手持脉 我们叫 左手属水的 水中有阳气 才能往上顶 没有阳气 水是不会顶的 所以说肾脉有力 才行啊 所以说肾脉的 左脉 跟右脉 是不一样的 左脉为水 右脉为命门 就是右命门火 是什么 是明火 那我们的肾呢 是水中之火 所以 尘有力 火才能上来 尘没有力 火上不来 是不行的啊 我们再讲完 这常见的脉了 抚养医学 最常见的 有几个脉 我们一定要了解 这个对我们来讲 非常重要 我们抚养医学 讲究抚养 抚养用姜贵妇 一把火 为什么要用姜贵妇 一把火 因为人 是一个恒温的 高级动物 当你的脉 出现紧脉的情况下 不管是 在某一部的紧脉 只要出现紧脉 什么什么 你体内有寒了 不管是受寒了 洗澡了 吃冷饮了 吃水果了 长期喝啤酒啊 等等 久而久之 体内都会有寒 有寒呢 那就说会影响到 人的恒温的状态 现在就是 有人研究了 发现现代人的体温 特别是上半年 我们有疫情 大家都经常测体温 就会发现 现代人 很难达到36度5 都是36度左右 因为随着 现代人 体能活动减少了 现代人 出门就是车 不管什么车 电车 汽车 火车 通通都是车 很少有步行的 甚至有的人 开着车 开10公里 他去找个 找个广场跑步 你想 这不是天下奇闻吗 那小区里 你兜圈 也不是一样吗 非得拍个 开个车 跑10公里 去找广场 那就兜 兜疯子 所以现代人 我感觉 太奇怪了 现在人 由于生产力的改革 积极化的 大量投入 现在人的 劳动少了 劳动少了 相对于想 你想一想 人活动了 那火力会增加 说人的现在 夏天上空调 冬天呢 取暖气 所以冬暖夏凉 所以说 他就没有 这么的劳动 人体内的温度呢 也不会向我们 劳动起来 你看 大家一跑步 你心跳加快 体温增加 你一坐下 一上空调 体温下来了 气氛也下来了 那温度也下来了 所以说 现在人就是说 近半个世纪 有人研究过 我们的体温 又过去了36度8 现在下来了 到36度2左右了 我们知道 体温的下降 会对我们生命的高级 恒温动物的 细胞的 吞吐的代谢 人体的内环境 产生巨大的影响 因为我们知道 人是水火 我们的水 我们体内 百分之70度的水 不管是 筋液 血液 等等都是水 都是阴 这些阴 没有热 没有火 没有能量 怎么运行 怎么气化 怎么上胶乳 中胶乳 下胶乳 这个入度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一旦出现锦 就告诉我们 那又寒了 又寒怎么样 扶阳一阴 将贵负一把火 来解决问题 那你说锦 都是这样用吗 是没错 但是扶阳医学 讲究策略 切卖表证 规之法 先慢慢挑 膽黄脇脖 脖igning呢 挑不出去了 腹贵法 在挑 那你说还挑不动 穿腰法再透 哎 这样慢慢的 就出来了 因为寒气 也不是一天进去的 你也不是 喝了一瓶啤酒 都有寒气了 你常年喝啤酒 喝得多了 才会产生寒气 压在里面 所以锦脑 是 voila 这些比较重致的一个脑 因为我们学复ł 那你人 是个恒温动物 那就说 我们上了寒 我们体温下降 你要百病重生 所以张东景的伤寒论就是讲的 人受寒之后有另一种表现 这是我们所讲的六经编证 非安约还有什么卖 质卖 什么叫质卖 要弃制 弑制 华制 一强一制 什么叫质卖啊 那都走走停停 这里边我们又分四大类 我们回头我们再看看我们的书 前面介绍比较详细啊 那就是说我们又这个气化不行 就像我们说 你看啊 我们过去看的蒸汽机的火车啊 一跑 你看那个火烧这个锅炉 喷这个烟雾 咚咚咚 就是一鼓一鼓的出来 那质卖呢 就是我们类似于我们看见的过去的火车 蒸汐机火车 一发动一刚走 它要推动要举大的压力 所以它一走一放压力 通出来一鼓什么烟雾 又一停又一鼓 慢慢慢慢慢慢 这烟雾都连续了 车转起来了 质卖呢 就是说一会儿气化 一会儿感觉有 一会儿感觉没有 说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 就像我们站在小河边 说说我们看见这个 站在这个 我们很多公园呢 很多用的这个 养鱼池那边 包括我们去的高级宾馆 我们一看啊 地下养鱼池 大家多长看 有着鱼儿一会儿流过去 一会儿过去一个 一会儿过去几个 虽然我们所谓的质卖 就是一会儿有中断现象 一会儿有 一会儿没有 所以置办就告诉我们 就像我们烧水 蒸馒头是一样 你火小了 那你馒头上面的气 顶得不紧了 那我们蒸馒头都蒸不熟 所以说如果我们烧地过 我们过去嘛 都是烧柴呀 烧煤呀 用人工烧 一会儿延期很大 一会儿延期很少 那现在无所谓了 我们都用煤气 它火力比较均衡 所以我们过去烧 那就是说 一会儿一会儿烧烧烧 那火弱了 那锅冒烟就清了 这就是质啊 气化不行嘛 气化不行 都是氧气的问题 这就是说我们 质卖分气质 无力的叫吃气质 失质 你感觉有一点黏质 滑质 有一点滑的意思 一强一质 也就是心里不齐啊 枣博啊等等 这些都是质卖 这些质卖 不管哪一种质卖 通通都解释 就是一种情况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气化不行 都跟氧气有关系 再说一下滑脉 滑脉呢 我们知道 我们在临床上过去 一顺滑脉都说有热 有热没有啊 是有热 但是我们要知道 阳虚 水湿不行 雍质不通 才导致 它这个热 是因为它不通 就像我们说 流水不浮 护树不堵 如果我们有个小水沟 常年不下雨 它这个水时间长了 变质了 搜了 发酵了 冒气了 就这个道理 一下大雨 水一冲 东西垃圾没了 它就没有这种现状了 所以我们不能把阳虚 有湿引起的滑脉 看的都是热 它的标向是有热 但是本质呢 是由阳虚寒 水湿不化导致的 所以复杨医学里边 看见滑脉 我们这是分流 而不去清热 这与我们常见的 一些流派是不太一样的啊 有热对不对 热 我们知道热是标向 有热的地方必有寒 所以说寒热跟阴阳 是道理是一样的 寒热与阴阳是一样的 是什么 是同时都存在的 如果你认为啊 就是寒 那就错了 人体内百分之七的都是水 但是寒 但是没有这百分之三次的能量 这阳虚才会产生食质 所以食质我们要梳理 贵之而陈法呀 富贵之而陈法 都能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说我们这要 与其他流派有明显的区别 富贵医学还有一个 最关键的脉 叫禁脉 所谓的禁脉 你看就是有劲的意思 如果这个有劲的脉 在过去来讲 你比如说张锡淳 他讲禁脉 认为是食脉 像冬天上冻的一样 但是他在用药上 他喜欢用正干西风糖 但是现在富贵医学 认为这个禁脉呢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前面堵了 就像我们说 一到了假期 大家都开着车出去旅游 一到了高速口 车多了 堵了 就这个道理啊 一梳理就没有了 所以他这个禁脉 是前面堵 后面雍治 这个就是所谓的禁脉 这个禁脉 我们说 也不能本质上看中实质 它是个函 为什么 前面堵了 是因为道路狭窄导致的 所以这个我们将来有机会 再给大家反复讲 因为这个禁脉 是抚养医学一个门槛 这个禁脉不能解决 我们的高血压 关心病 糖尿病 并发症 都不能什么呀 都不能有效的解决 一旦禁脉解决了 缓脉下来了 那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高血压 关心病 糖尿病 等等 一系列症病 都能改善 只想办法解决禁脉 所以我们在临床上 已经用穿梧法 效果就非常好 用规制法 富贵法 也行 但是时间比较久 比如讲我们穿梧法 一个月 有可能这个脉 就缓和下来了 血压啊 什么都能明显的下来 但是我们如果用 贵制法 富贵法 大概需要半年八个月 也能慢慢下来 它是很慢 所以说我们在一些 效果比较慢的情况下 我们要考虑一些 把京方 或者伤寒杂兵论 一些其他流派的好东西 总会在我们里边 进步去运用 所以说 我们最核心内容 就是我们的手 要 如果没有缓离神 那我们所有问题 都是阳区的问题 所以说 我们的 整个的一个 核心内容 就是讲 左手齿脉 治骨 也就是左手齿脉 按到骨头上 看看有没有缓离神 有缓离神 就不是阳区 没有缓离神 都是阳区 所以说 这就是 复养医学的 基本脉法 这些内容 我经过简单的总结 大家回顾一下 第一期学员学过了 我们要 反复的去学 理解才行 同时有机会 如果大家跟着的情况下 将来有机会 我们再跟着 我们再告诉 这些脉象 大家很快都能 进入这个快事到了 如果大家摸索 也可以 当然很慢 所以说 脉法没有传承 没有师父 来代教 你是很难过这个门槛的 我已经是很难过这个门槍